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速递 我是李慧怡 跟大家看看港股的最新市况 恒指最新跌182点 最新报19,066点 国企指数最新报6531点 跌96点 大肆成交来到3点这个时间 暂时有7、8、60亿 跟大家看看焦点办法和股份 首先看看汽车股今天普遍挨股 看到吉利旗下极黑推出最新的限时优惠 即是起至年底 买家可以享有最高3.7万元人民币 限时优惠 同时内地媒体也报道 踏入8月已经有多间车企减价抢工 减价战似有机会重燃 市场担心爆发减价战车股崖沽 吉利暂时录得5年跌 现时跌3.3% 现价报9.9号移穿了10万里的位置 至于车身势力为小利都跌 暂时理想跌最多跌4.4% 现价报164.2% 至于未来小鹏 未来跌3.6% 小鹏跌2.8% 港汽东风长城汽车都要跌 2333长城汽车暂时跌2.7% 听起来业绩股 首先是阿里巴巴 看到阿里巴巴至6月底的 首财贵非供应会计准则 淨利润是449.22亿元人民币左右 按年增长4.8% 比市场预期 其中六大业务集团期内收入都录得增长 盈利表现都很转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张勇在电话会议上表示 组织改革策略开始建讨 加上降本增效 措施取得成果 带动业绩的表现 阿里高层并未透露分拆子公司上市的展望 看到张勇只是表示 上季度宣布的六大业务集团用资计划 正在稳步推进 会適时向外界报告一系列资本 运营的最新进展 阿里巴巴即后做好 暂时升1.5% 现价报95.7% 另外看看中移动 中移动即后做好 看到公布到2023年6月30日 中期顺利是大概762亿元人民币 按年升8.4% 每股基本盈利是3.56 中期息是2.43 按年升超过一成 2023年全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提升 至当年公司股东应佔利润的七成以上 其内营运收入5307亿元左右 按年增长6.8% 中移动现时升2.2% 现价报66.25 看华熊半导体 看到华熊半导体 即后股价下跌 集团公布回到6月底 第2季股东应佔日利是7,852万元美元 按年下跌6.44% 每股盈利是6线 期内销售收入6.31亿元 按年上升1.7% 毛利率是2.8 下降5.9% 该公司预计第三季销售收入 大约在5.6亿至6亿元之间 预计毛利率在1.6至1.8亿元之间 华熊半导体 即后股价暂时下跌 9%左右 现价报是20.8毫半 看看李宁也是出了业职 看到李宁公布到6月底 至中期业职股东应佔日利21.21亿元人民币 按年减少3.1%左右 每股盈利是80.63分 排息36.2分 期内收入140.19亿元 按年升1.3%左右 集团表示 渠道库存较上年底下降低单位数 库存周转及库零结构保持健康水平 李宁即后一旦 但现在升幅缩乘回微升0.9% 现价报43.75 今早高见我46.5 这幅相差不多 待会回到其他直播环节 待会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